今天講這個 不可思議的靈異故事 我們這邊回到 楊登科老師這邊 民國七十年代 是我們台灣大家樂 最盛行的時候 對 所以很多人都會養小鬼 可是養小鬼說 多靈 多準 還可以賺到錢 可是最後慢慢 很多都被反噬 對 以前我們學符咒 是要舊爪 要發誓的 因為這好像菜刀一樣 可以做出好吃的菜 也可以殺人 那你學符咒可以幫助人 也可以去害人 所以那時候都是要發誓的 那我的一個同業他當然 孤憑覺醒 一般我們就會讓你選一種 選一個 你萬一如果你犯錯了 孤就是孤獨 孤獨 孤獨 孤獨一個 憑就是貧窮 沒有錢 這樣也沒辦法 絕就是 就是絕 罰尾十三 加一天就罰了 那個就算了 對 絕就是絕子絕孫 行就是被關 被判刑 選一個 你如果犯了錯 你孤憑覺醒 選一個 好 那個老師 他為了要生意更好 他要加碼 加碼 養小鬼 養小鬼 那他養小鬼 以我知道 他那時候是怎樣 就是跟小鬼做一個協議 一定要 那個協議說 你讓我準個十年 那我的老婆跟我兒子 讓你去 投胎轉世就對了 用這個條件做交換 然後果真沒多久 那他的兒子就怎樣 就... 就發瘋了 那在發瘋之前 是怎樣這樣 比如說人家那個小三 要把那個正宮給剃除掉 他也去幫人家 他也... 這種他也幫 甚至的話 比如說我們兩個 處得不好了 要讓你生病 或者要讓你死掉 有沒有 意外死掉 他也去幫人家處理 所以這種錢他也賺 所以沒多久之後 他兒子就真的發瘋 然後就出去外面 車子就撞死了 然後他老婆後來 想到這件事情 他居然就自己割完了 那又過了沒多久 他自己就得了癌症了 然後就突然... 突然一陣子之後 自己也死掉了 所以這個就是養小鬼的 你看說這個小鬼不要亂碰 因為他好像是人家黑道的 你沒事 你不要去亂碰這個黑道的 有時候會給自己引來 紮身之禍 對 來 簡少年老師 簡少年老師是 年輕一輩的命理老師 碰過怪怪命理事件的老師 他碰很多 來 所以有人為了搶男人 給對方下降頭 我在大陸出差的時候 我就坐在那個地鐵上 然後就忽然間就是 一樣是客人的朋友 傳訊息來 就是說這個女生 他想幫忙看一下相 可不可以 然後我一看那個面相 我覺得好可怕 為什麼 就是那個女生 就是非常非常的瘦 就瘦到那種感覺 就是看起來很久沒吃飯了 然後臉的骨頭很明顯 皮包腹 對 就是很明顯 然後那個眼神就是 非常非常的兇惡 而且是有一點點那種狼的眼神 就是會像我瞪你 你會抖的感覺 但你會覺得這個女生 就是不太合理 因為一般這種眼神 只能出現在那種 我們在學面相 像是那種什麼通緝犯 什麼槍擊藥犯 才有可能那種眼神很兇惡 然後我就先跟她講說 我說你面相來看 你這個太瘦了 而且恨意太深 你要走出來 要不然你這個運都不會好 她就回我說 她半年就是六個月的時間 她瘦了二十幾公斤 快三十公斤 然後接著她就說 她很恨 沒辦法 是因為她最愛的人 就是跟她的同事搞在一起 所以有一個小三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個要不要好好的 就是去跟你的另外一半溝通 她才跟我講說 她覺得她是被嚇降頭 被嚇了一個符咒之類的 她就開始跟我講 她發生什麼事 她說一開始是 她忽然間有一天覺得 她老公好像就是 她越看她越討厭 她覺得她有一段時間 每天起點的時候 是每天她都跟她老公吵架 然後她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看老公就不喜歡 就很討厭 然後就發現她老公 跟她的同事走得很近 然後就常常她同事傳的那個 就是他們會留言 會有那個貼文 那個貼文裡面就是說什麼 真的好開心 今天遇到你 你很溫柔 然後看她老公也是發 你知道類似的文章 所以她就覺得 他們兩個搞在一起 她就覺得很難過 她就開始跟她的閨蜜們 就哭訴什麼的 後來她朋友就說 要不要我帶你去找一個老師 看能不能幫你把這個桃花 把這個小山斬掉 把它合回來 結果她一去找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一看到她就說 你被人家嚇醬頭 然後就跟她講說 最近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樣的女生長什麼樣子 全部說出來說 那樣的女生就是纏著你 還是介入你婚姻 那個她就嚇到 想問你怎麼知道 那個小山就長那個樣子 她說我就看到那個 一個形象在 然後對你做法這樣 然後她就說 那她就幫她破解 結果破解完之後 她回去的時候發現 她好像就真的沒有那麼 恨她老公 她覺得她老公就比較好一點 結果她看到那女生 馬上一個貼文說 你覺得我沒辦法嗎 我一定會弄死你 她是我的 那女生直接貼文 你知道他們還沒有封好友 都是好友 然後她就再去找那個老師幫忙 那個老師就說 她說我覺得你老公 她現在對你沒辦法 因為我們就做了一個法 把你藏起來 但對你老公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把你老公藏起來 我們一樣再破一次 這個鬥法很精采 她就再破一次之後 看著她說 那個老師一瞬間 好像老了兩三歲一樣 就是把她做完法之後 整個人很憔悴 她說這個很嚴重 這個女生 就是這個代價都很大 然後就回去之後 她老公也真的就回家了 回家之後 那女生就發了一個文說 我命都不要了 我一定要你們就是 以免 就是你老公就是我的 我要弄死你 這都 把命都堵上 很恨 這個女生她就說 他們從那一天開始 兩個人睡覺的時候 就肚子癢 一直抓 她跟她老公都一直抓 然後抓到就是 有點像皮蛇一樣 你知道那個疤都出來 因為都破皮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這樣睡不好 真的會死 沒辦法 就再找那個老師 又找老師 老師好像特別 那個老師就跟她講說 就是 不要再來找我 這個沒有辦法 她說因為那女生 把命都壓上 她說那這個已經不是 鬥法的階段 再下來可能老師都要把自己 命給壓上 對 所以她就說 你們就搬家 不要讓她再找到你們 再找到這個沒完沒了 但是那女生又沒有辦法搬家 所以最後才傳到我這裡來 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出差的時候 那時候北京比較有名 就是火神廟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你去找這個火神 然後問她有沒有這個辦法 後來她就到這個火神廟 老天真的留一條路給她 她跟她老公兩個一起去 就遇到了當地那個 比較有名的高公法師 還真的就是抽一支籤 跟她講說 你這個很急 但是你們誠心有機會 然後她就找那個法師 然後法師就說 他們做一個大法會 那那個法師跟她講 她老公一定要跪在那 要跪幾個小時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這個法術解不了 是因為她老公一直跟那女的 藕斷絲連 而且許下很多三猛喊事 所以那個女的非常恨 非常恨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女的也是受害者 沒錯 這個女生後來 真的願意跟她好好的談 才把事情解除了 那我為什麼講我下廟 是因為我叫她去找 那個火神廟的時候 我找完之後我就下車 就地鐵站下車 我原本是往東邊坐 我下車的時候往西邊回了兩站 就是我上車的時候 是要往東邊坐 而且我已經知道 我一直在前進 我看那個燈號是這樣 但我下車的時候 往回坐兩站 平行世界 你穿越了 對 我沒有往下坐 我往回坐 嚇死我了 然後我同事跟我一起坐 她下車的時候覺得 為什麼我們往回了兩站 我們剛剛看不是在往後嗎 所以這個案例真的是 嚇到我這個快尿出來 這個我們也不用搞懂好了 我也不想搞懂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指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足 跟著心向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辛苦 usar 4 4 感谢观看